今天上午,这张来自国家企业信息公开系统的截图在各大社交媒体广为流传 抬头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几个大字,让所有北京球迷都为之激动 这张截图也表明,这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距离成功保明,只剩下一步之遥 据俱乐部工作人员透露,俱乐部目前没有发布官方更名公告 是因为这一切还要以足写准入大会上公布的消息为准 名称是否符合足协规定,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 为保住国安这个名字,从去年年底开始,作为大股东的中贺集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终于在历经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球迷们等来了利好消息 俱乐部在股权转让和变更的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否则工商注册方面也不会做出名字的变更 此前足协发布通知,推迟了三级联赛的准入注册时间 一切尘埃落定,就等官方最终的答案了 工商注册更名北京国安 现在看来在工商这个层面这四个字看来是留下来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在联赛当中使用国安这两个字成为我们的对名 一切还要等到中国足协公布的联赛三级准入名单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决断 不过在工商已经注册成功之后,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至少证明中贺在这个保住国安这两个字上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也证明了中贺和中信一起在完成股权转换的这个动作上 大家的这个同心同德,为北京的体育文化,为北京求疑的情感 那其实付出了非常非常多,我想在这里面 这个正因为按照中信化改革的规则 在努力的实现这个股权的转化来符合中信化的规则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上面也得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 特别是中国足协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和理解 所以才有事情一步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大家的努力得到尊重,北京求疑的情感得到尊重 但是我恰恰觉得有一种观点或者有一部分人是不值得尊重的 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么多人在努力的去保有这个文化情感情怀的时候 有些评论认为说这是对中信化的名称改革的这个规则的违背 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那这种言论其实并不值得尊重